在2020年有一部超神奇的动画 总之就是非常可爱 男主出车或没死 竟然还被一位美少女要求结婚 不敢说是最甜的恋爱番剧 但绝对是时尚最快结婚的嬉皮 第一集就直接统居 婚后生活更是羞耻的 不要不要的 那么这个动画到底讲了什么 那我们一起看看吧 NASA是美国宇航局的简称 克兰柱尤其星空的星空二字 在日语读法 也是美国宇航局的简称NASA 这种尤其星空从小就有无比的自信 自认为是比美国宇航局更接近光速的男人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只要听到他的名字都会忍不住笑一下 为此星空便决定绝不让人瞧不起 他会成为比NASA更厉害的人 直到初三要填志愿的某天 星空拿了志愿书 在路上幻想着自己美好的未来 却遇到自己命中注定之人死 尤其星空大意了 他没有闪 因为他对他一见钟情 没有任何理由 总之就是觉得非常可爱 星空心动地走过去 要向他搭话 结果迎面而来一辆大卡车 最终星空倒在一滩血水之中 不甘心还没有问到名字就死去 但斯伤得更严重 因为为了保护星空被撞了人 是他 星空知道后 真心质疑看着斯远去的背影 事件逐渐模糊 他的脑海中回荡着 如果就让他这么走了 就再也见不到了 所以星空下定决心要抓住这场缘分 招事者着急地打着求救电话 可是没想到星空竟然脑袋喷着雪 冷却像没事一样站起来去追斯了 果然爱情的力量是超脱常力 很快星空在后车室找到了斯 斯有些惊讶了他的顽强 温柔地给他擦屑穿外套 随后他就要离开去叫救护车 星空的腿已经骨折 一时再次模糊 但一致再次支撑他站起来 喊住了斯 他不要白 请求斯与他交往 不要 然后动画直接完结 那就破盖 可结果竟然是斯 同意的 但前提是要和他结婚 星空毫不犹豫地同意的 但随后终于还是昏到了 毕竟能撑到现在一切都是主角光环 等到星空醒来时 已经几个月过去了 错过了中考的他进行了复考 获得了榜首的成绩 却没有去读高中 而是混击各个行业打工 想要再次遇见斯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根本没有关于斯的任何消息 钱倒是攒了不少 几个秀 可是在很久过后的某天 斯却敲上了星空的独居公寓的门 他带来了一张结婚申请书 星空虽然很震惊 但还是立马激动的甜了 管他是不是骗人的 可随后两人真的去区域所 办理了结婚登记 斯主动和星空牵手 星空激动坏了 原来女孩子的手势 这么的柔软温暖 比自己的五姑娘好多了 他瞬间觉得结婚太棒了 但星空回到家 却发现他只有带冷床 他激动的思考 要怎样才可以和斯 一起睡比较舒适 而斯也把自己的行李 都带到了星空家 并说以后都要住在这里了 这让星空开心坏了 同居生活就要这样开始了吗 可因为没有多余的贝诺斯 注定今晚无法在这里留宿 因为这个原因 星空也镇定下来 有些疑惑 为什么斯愿意跟他结婚 所有斯决定先去教堂旅馆睡一会儿 但星空看着离去的斯 一种不真实感有来而生 担心这次离去 就再也见不到斯的星空 冷静地请求他不要去旅馆 然后答应斯一定会马上买到贝诺 于是两人去有超市 斯对于不同价位的被子很好奇 星空并博取地为他解释 不同价位的原因 再听到斯将这段贝诺 当成了老公送的第一个礼物这句话 哎哟喂 竟然是老公的吗 是不是可以问他那小手 又可以摸一摸呢 于是星空勇敢地牵住了斯的手 果然结婚才不是爱情的坟墓 而是天堂啊 完事之后两人分别换了睡衣 星空在思考斯 究竟有没有把他当作一名男性看待 毕竟这突然结婚 突然同居真的有些突然啊 而斯上床后很快就睡着了 但星空太过兴奋而睡不着 他看到斯难看的睡像 脸红心跳的 为他盖好杯子 本想趁机来跟我安稳 反正都结婚了 亲家自己老婆不过分吧 但还是觉得第一次结婚 需要在两人都醒着的时候 就在星空犹豫不决心 还是不侵蚀 斯却突然梦游去喝水了 再喝完水又把星空的杯子给抢走 让星空冻了一夜 果然第二天斯醒来时 就看到了星空满脸通红的睡觉模样 也不知道是不是发骚了 而斯醒来后还是迷迷糊糊的 差点直接在星空面前换衣服 本来老婆在老公面前换衣服 没有什么问题吧 可是星空实在还有些难以相信 自己真的结婚了 所以表现得特别激动和紧张 搞得斯也突然有些害羞 而星空独具时每天都有做饭 但他追求的是营养旧行 学霸更是分析出了一套 涉入营养的理论 就是每天都吃同一个味道的火锅就行 而斯了解后就用十分钟 做了一顿美味的早餐 并且营养指数全部达标 正在星空恢复的不行不行的 斯也有些得意洋洋 一副女王的姿态 认为自己征服着星空的胃 在吃完饭后 恶人要去最近的早堂洗澡 星空也是第一次知道 女孩子洗澡需要那么多的保湿化妆品 星空超级期待自己妻子 沐浴完后的迷人模样 而在早堂门口 碰到了星空的15岁学妹穿药 她帮着父母一起打理早堂 懂事学满口婚化的女孩子 一见到星空带着女孩子 出现在这就特别好奇 穿药震惊地得知 星空和斯结婚之后 免费为斯提供了一次洗澡的机会 穿药询问星空 有没有求婚婚戒 还有举行婚礼 星空说都没有 穿药便奉劝他要通过自己的意志 拦下新娘奉献自己的真心 星空觉得有道理 并说十分有自信地可以带给斯幸福 要说为什么 因为因为因为 他最喜欢小斯呢 星空超级大声地就去表白 被正好从早堂出来的斯给听见 斯害羞之余很是高兴 等斯进了早堂 还事一周后 觉得没人 便开始脱衣服进水里 他把事的哼着歌 男儿子时务其中 却出现了穿药的姐姐穿林 穿林悉心地发现 斯是一位很害羞的女孩子 肯定不愿被人知道 他刚才有失体统的一面 但穿林都看到了 所以为了道歉 穿林主动为思索造 穿林在这道斯 醒尤其后 把他当成了星空的妹妹 穿林喜欢星空 因为在穿林的父亲 跟别人私奔后 在早堂面临关门之时 心机们视而不见 只有星空一人为早堂 触摸画策 早堂才有了现在的成功 而穿林对星空的爱慕 毫无隐藏 于是在回去的路上 斯询问星空 穿林是不是很可爱 星空想也没想就说 对呀 很可爱呀 这双丝很是嫉妒 也讲到星空说自己可爱 可是星空误解了他的意思 虽然看出了斯不开心 但星空却误以为 是前方出现了婚礼 联想到穿要提到的婚礼 以为斯也想要一场婚礼 想算婚纱 于是 成龙自己一定会办好这件事 斯有些奇怪 难道快一句可爱 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吗 于是 斯一人回到家里 一直以来他都渴望 能回到有人等待他的 温暖的家里 这是他忍不住叹息 还是故事一人 在家无聊的斯 就想要进妻子的职责 把家里打扫干净 那家里早已被自律的 星空打扫得一尘不懒 所以他只能准备做饭 以此为悟他妻子的面子 这个秀 怎么好了老婆去哪里找啊 还是天将啊 但这时门宁想了 是斯那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千岁 找上门来的 千岁很喜欢斯 想要把偷偷离家出走的斯带回家 但是他这副傲娇的姿态 就被斯告知结婚后 给彻底打碎 哪泥 你结婚呢 千岁不可置信 又伤心 在楼梯处哭泣 据使星空正好回来 他温柔了给千岁递手帕 顿时千岁觉得 星空是个好人 可当斯开门喊 星空老公你回来啦 千岁立马怒火冲天地 等着星空 千岁不愿意将斯拱手相当 并霸道地将星空挪走 把他带到 富丽堂皇的大宅子里 所以 这是不是就是斯的家里啊 感情天将老婆就算了 这他妈简直就是天将富婆啊 我算了 而千岁要猜测两人的办法 坚持拍自己的两位女仆 夏诺特 欧罗拉和星空拍出那种出轨的照片 相当斯眼无星空 不过女仆看星空挺帅的 竟然真的想要假戏真做 这就有所谓的 主角光魂吗 不过星空对斯的暗日月可见 他找到机会及时逃走 可是这个家太大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出口塞纳 不过 他在众多房间里 闻到了一间有斯的气味的房间 这不是田口才有的专属技能吗 而在房间的中心 有一颗月球的陨石 被严密地保存着 这是千岁的姨姥姥 以前为了哄丝 而送给斯的礼物 全球 也就几颗 但这时下诺特 却醉了近来 二话不说的砍向星空 却一不小心砍向了 保存陨石的玻璃罩 玻璃罩立马裂开了 星空大概了解 保存原理 于是很快就把玻璃罩给修复好了 而赶来的前岁特别生气 为什么星空可以跟姐姐结婚 他会那么喜欢姐姐 却是因为小时候的某天 他不慎落在山崖峭壁上 无助之际 是斯温柔的救的他 从那一个起 坚持就发誓一声为斯所用 然而现在斯被星空抢走了 而且星空还对斯的身份一无所知 竟然只知道斯的手很暖很好 摸几个袖 好像千岁都没有摸过吧 而这时 夏洛特突然把星空抱在怀里 让欧罗拉拍了照片 欧罗拉在用他的PS绝技 完美地修改一下下 所以为什么要抱着呢 你的技术直接拍一下 都能劈吧 没想到斯 突然出现看到了那照片 立马和星空吵架 所有斯带着星空 从暗道去了一座废弃的教堂 这是斯一直想要跟他分享的地方 原来斯根本没有生气 他相信星空 看到斯可爱的笑容 星空瞬间明白了 夫妻之间要一起分享任何事 所以他深情地对斯说 以后先互相分担 互相支撑 绝不会让你后悔 选择了我 这便是星空的求婚 说完他们第一次 接吻了 而斯有个每星期必须的电视剧 结果到了这天 却发现星空从不看电视 而且在家里没有电视机 震惊了他立马给星空 科普了一系列他爱看的节目 什么袁某空啊 成哥啊 他不允许有这种隔阂的存在 要求星空一定要去补翻 虽然节目是我乱说的 不过我真诚地希望男主 不要变成成哥 毕竟他这个温柔的性格 对谁都很温柔 着实让人担心 所有两人也去买了电视机 星空跟川耀报告 自己已经成功求婚了 但川耀说 还需要准备婚戒 于是星空开始思考要不要买 主要也是买不起啊 毕竟星空的工资 还是有些微薄 甚至要工作到晚上九点才能回家 而斯显得很失落末 两人去公园做了一活 星空觉得斯是因为他很晚回家 而感到寂寞后 所以觉得斯太可爱了 便忍不住和斯接吻 打算用吻来安慰斯 二人叽叽呜呜的画面 能躲起来的夏洛特和欧罗拉 吃饱了狗粮 后来星空觉得 还是必须要买戒指才行 就让斯在家等他的时候 就可以看看戒指缓解寂寞 而且电视机与戒指 代表着永恒的爱 星空回家跟斯提议买婚戒 看着吃素的老公 四第二天就带来去看看钻戒 到底有多贵 和价格也确实贵到下人 便宜的几W 贵的几十几百W 最后 两人只在赤饼店 买了最便宜的婚戒 可虽然便宜 但是斯已经很满足了 因为看着戒指 就可以记住这一天 星空的温柔 星空为他着想的细心 斯的睡觉很差 这天夜里 他日常梦游去喝水 然后竟然挡到了星空怀里 星空激动万分地 暴住了斯 最后 斯转头吻了星空 便回到了自己的床上 所以这次梦游 导致星空兴奋地 失眠一整晚 不仅手乱 嘴唇也好乱啊 后来斯想要一个双人床 但是现在的公屋空间太小了 于是星空想着 可以搬去大点的房子 大房子不仅有双人床 还可以有双人沙发 还可以有双人浴室 可以增加好多 跟斯解密接触的机会 所以星空决定 坚决搬家 不过搬家需要保证人 毕竟恶人都还没有成年 于是 星空这才想起 要跟父母报备 自己已经结婚的事 果然 星空的父母知道后很惊讶 也立马猜到了 是想让他们当保证人 并要求 一定要把斯带回家一趟 星空的家在很远的地方 所以这也算一趟新婚旅行 星空给斯买了他想要的相机 斯想要用相机 摆下来星空的日常 这样就可以回味 和爱人度过了每一天 随后俄伦坐上了回 星空老家的巴士 得坐一整晚 巴士的椅子又硬 空间又窄 但是超强适应力的斯 却碎了极香 下车休息的星空 已经止不起腰了 但不想让斯觉得 自己选择坐巴士的决定 是错误的 星空只能装作没事人 温柔的带她去吃夜宵 而且随后两位女仆 就一路尾随她们 她们边吃狗粮 边想着如何 财善恶人 这就是总之 就是非常可爱的上半段解说 可能很多观众会觉得 开头有些反制 甚至有人会调侃 已经准备好被车撞了 老婆去哪里领呢 但是这部动画之所以会火 评分之所以会挺高的 是因为她的不做作 不矫情 没有牛头轮设定 也没有三脚链 这头车尾的 就是一部纯粹的恋爱番 一部简单的立场动画 造出了很多人 向往的婚后生活 其次能够因为钱不够 理解自己 挑一个便宜的戒指 能够因为这个戒指而高兴 这种互相理解 互相爱着对方的表达 是很多人想要的 有时候爱情 就是不讲道理 所以在这部动画 会呈现出一些 无逻辑的场面 但整体观影下来 抱着轻松的状态去欣赏 会体验到这部动画的快乐 但也不是绝对 毕竟没有一部动画 会收买所有观众 而有趣的是 编范还特地将进度条 设置上了一块小柠檬 所以就是为先看柠檬剧 再吃柠檬面 动画的名字应该叫做 总之就是非常柠檬 算死啊 不知道观众 也不喜欢这样的动画 可以在评论区 索下你的感觉 我是少年 有迷恋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